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 哈喽,欢迎收听艺术深线二台北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Vivi 那我们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水墨企划咯 我们邀请到的是名山艺术的总监张燕如女士 叫女士好像有点年纪太大了 叫小姐好了,因为她看起来跟我年纪相伴 燕如你好 你好,大家好 听起来很可爱吧 对,她刚刚很担心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傻 我觉得非常的聪明 好,燕如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名山艺术吗 我们公司的前身其实是叫做霍克艺术 那至今成立已经差不多35年左右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由我妈妈跟九九一起创立的 那我们早期主要是在做木刻版画、石板版画或是一些雕塑 像我们就曾经引进卡蜜尔的雕塑 那那时候在台湾的议坛其实造成了蛮大的轰动的 那我们在2000年到2008年跟朱德群老师合作 发行了总共33款原创实版画 那我们至今是全球最大的朱德群老师版画的发行商 燕如这样听起来应该也算是二代接班 对 她刚刚说妈妈跟舅舅开始做艺术这一块的时候 她才一岁 对 是 好,那你从这么小就浸润在这样子的艺术的氛围里面 那台湾艺术市场其实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嘛 有现代有传统有当代 那其实明山艺术你们在市场上非常热衷跟非常热情的推广水墨创作 当初是为什么想要在台湾当代艺术市场里面推广这样子的核心概念 我们公司其实刚刚有说我们经营了35年嘛 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是做比较类似複数性的产品 一开始是从类似有购的方式来做起 那后来我们在过程中也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藏家朋友 还有不同的艺术家 像是台湾很多的老教授或是些中国美院的艺术家 那差不多因为有十几二十年的经营 我们发现说有越来越多的藏家 他是对于一些有东方情运的作品是很感兴趣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台湾创作任教 或者是说在中国美院任教的优秀艺术家 那刚好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应邀进驻华山文创园区 就一并改了名称 以司马迁常租名山传之其人的名言 取名名山艺术 那希望在艺术推广的传承作用里面 尽自己的一分心力 那这个改名这么重要的工作是 谁决定要按照司马迁他曾经说的这句话改 像妈妈跟九九当时就有进行还蛮多的讨论的 那像那时候刚好认识楚歌老师 他还有特别帮我们提字 对是我们公司下有一个楚歌老师写的 这个常租名山传之其人的一个书法的字体 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华山时代算是 开启你们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 对像华山时代2010年 我们举办了水墨三昧的展览 这是我们公司很大的转捩点 那时候展出了吴学让楚歌 刘国松三位艺术家 那他们其实相识了大概半个世纪 都是对水墨化发展影响非常大的三位艺术大师 那次的展览不论是在作品的收藏上 或是学术的研究上都有很好的成绩 然后也让更多人知道明山这个品牌 也让我们在台湾的艺术市场上 推广水墨作品觉得更有信心 觉得选择这条路是不会寂寞的 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听众 我想要请您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吴学让老师跟楚歌老师 因为大家对刘国松老师应该是比较熟悉 那这两位老师 为什么他在水墨艺术上有比较重大的贡献 跟是怎么样作为一个重要的推手 像是吴学让老师 他是毕业于杭州艺传的 他的传统的功力 像是花鸟或是一些工笔的绘画 山水画 他其实是创作力非常丰沛 也非常有功底的艺术家 那他在台湾任教非常多年 像是东海大学文化大学都教了非常久 那他最有趣的地方是 他是传统跟现代两条道路同时在迈进的 像老师有很多作品 他是做比较几何线条的产列 不是西方的几何 直接拿来用水墨来进行创作 他是把一些中国传统书法文字 重新进行解构 那后来白世民老师 他也是他的学生 那他在前几年的国美馆的展览中 他是把他定义为东方几何 但是完全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发 然后去进行的创作 那楚歌老师他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觉得说创作就是在玩 他说绘画就是行走的艺术 他会让各种不同的媒材 然后在画质上面做一些各种线条的描绘 他们的水墨作品都跟以前的传统啊 山水啊 讲究春法啊 那些是完全不一样 是充满想象力的 嗯 是 这样听起来 他的方向跟个性都是蛮不一样的三位老师 对 都很好玩 好 讲到好玩 因为我们其实大家应该也会蛮好奇 画廊是如何跟艺术家互动 就是明山艺术成立这么久 也一定经营或是经济过非常多的艺术家 那有没有拿几位艺术家 您跟他的互动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应该说艺术圈其实是蛮小的 对 是我们很多老师 他其实都是透过一个介绍一个 就比如说我们先跟刘国生老师合作 那刘老师他可能就会跟我们推荐说 他很引以为傲的学生 像是我们现在重点经营的李君毅老师 就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 就是休息刘老师的课 那李君毅老师他本来是学生物化学的 真的啊 对 那他是大二的时候 选修了刘国生老师的课 然后后来就对艺术就是很有兴趣 那刘老师还特别到李君毅老师的家里 去登门拜访 就是跟他的父母讲说 你的小孩很有天分啊 你一定要让他尝试看看这样子 后来老师才再去美国 念一些艺术史的博士学位等等 然后从此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 这个我们以前听过很多西方艺术大师的故事 好像不太一样 大部分是那个大师很严苛 说你这个学徒怎么这么的没用 没用到竟然有一个这么温暖的故事 那还有其他的老师吗 像是楚歌老师 我也是印象还蛮深刻的艺术家 我认识老师的时候 老师其实因为老师鼻咽癌的关系 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 但那老师还是不断的透过笔坛 然后一直跟我们讲说 他很想要买材料啊 要买画布啊 他有什么东西想画啊 他对什么东西很有兴趣啊 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充满能量的人 然后他当时办画展的时候 有好多好多诗人朋友 一起来参与他的展览 然后那时候帮我们办一个油画展 然后每一个诗人朋友 就帮他的一件作品写一首诗 就是因为他的创作而创作了一首新诗这样子 然后都让人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才有这么多朋友啊 或是厂家愿意支持他 那听起来也像是诗人朋友们的考试验收大会 就还蛮有趣的 是 然后他在做那个陶瓷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的作品 他那阵子在池阳瑶创作一系列的 不管是陶板啊 或是捏缩的动物的形象 那大家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是很正能量的 很开心的 没有办法想象说 他当时其实正在进行放射性的治疗 他的身体是很痛苦的 但是因为对艺术的热情 让他去克服这些 他就很坚持说 他每个礼拜都要到那个土城的山上去进行创作 其实让人家觉得还蛮感动的 所以大家常常说 艺术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艺术家 想要传递给观者的情绪 其实他就是想要传递那个快乐 觉得艺术就是在玩吗 对不对 就是好玩 好玩最重要 像是刘国松老师 相信大家对于他推动水墨革新打笔战 或是革中风的命的故事 都非常耳熟能详 但老师2000年上西藏 他就被那个珠木朗玛峰的美景所吸引 然后他就不小心待了久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就造成说他的左边的耳朵晚期是比较听不见的 但老师还是把他当时所看到的美景 然后投注在他的绘画里面 创造了非常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然后另外老师他跟师母 他其实蛮常来画廊聊天的啊 吃饭的啊 他们那种间谍情深啊 然后就是半嘴的小故事 也让大家就觉得还蛮生动有趣的 像是什么 要不要分享一个比较印象的 像刘老师他其实不喝酒 但师母其实是一个还蛮豪爽啊 蛮豪迈的人 然后就很爱跟大家聊天啊 很爱热闹啊 对所以他有时候叫大家喝酒啊 敬酒啊 就是还蛮有趣的 映如真的是观察得非常的细微 不过我也注意到说 明山艺术的经营模式 其实还蛮深入艺术家的生活 不管他们是患病啊 或者是怎么样 你们好像都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我们公司主要是希望可以跟艺术家建立 比较长期的合作 所以大部分的艺术家都是跟我们可能十年以上了 对那我们也是除了跟艺术家比较长久的情谊之外 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让我们的长家 可以看到这个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 就是会有一个比较脉络可循的感觉 这样他才会就一气呵成 不会很像是断代石 会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要来听听艺术对水墨的看法 因为其实前面几集专题 不少的画廊主对于水墨同样的这两个字 大概有十种不一样的事意 那我想要听听艺术 你怎么看水墨跟当代水墨 首先是它的分界点到底在哪里呢 我觉得水墨它其实就是泛指一种梅材 就是像我们说油画 或是说我们说水彩 它其实就是个梅材 那当代呢它主要是指一个时间 如果我们说现代水墨的话 大部分是说二战以后进行的水墨创作 那当代水墨大部分定义就是说 现在right now 艺术家正在进行的创作 那因为我本身其实是念艺术史的 我在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 那我对于画种啊画派的演进 其实是还蛮感兴趣的 那你怎么看当代水墨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可能想到水墨 他都是想到文人画啊 或是渡海三家啊 那种比较早期的作品 那其实当代水墨他经过前几十年 就是很多艺术家的努力之后 他其实已经被开创了非常多的可能 你可以描绘生活上碰到的各种东西 你不一定要描绘大山大水啊 或是平花啊 你可能像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各种都是可以是他们绘画的题材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觉得说 他是非常有距离感的 很多听众可能比较难想象说 水墨竟然可以画一些 我们平常生活中出现一些用品 因为大家一听到水墨两个字 马上就会想到像国画那一类 可能就是有花有鸟 可是其实我有去看明山艺术的网站 我有看到那个吴轩让的老师 他的一些创作真的是 如果我不去看他的介绍的话 我不会觉得他是水墨作品 因为他真的就非常特别啊 有啊你喜欢吴学朗老师的作品 特别印象深刻啊 对 这作品他有很多那种一笔画的鸡鸭鹅 对他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老师他其实对他来讲 那几个符号都是家庭的象征 都是他们的家人 所以他常常会有那些鸡鸭鹅成群 然后看月亮啊 或是到哪边郊游啊 不同的场景 都让人家觉得还蛮温馨的 那其实当代水墨应该有讲到一些 传统水墨的新突破吗 那明山艺术 你们在合作的这些艺术家里面 有没有谁可以跟大家举例 有没有什么新突破 是你们旗下的艺术家开创的 像是刘国松老师刚刚有提到 他就是隔中峰的命码 那我们公司重点经营的艺术家 李军毅 他就是承袭刘老师的这种思想 那他自己选择的创作方式 他是拿软木塞 然后他代替画笔 然后他扎末之后 慢慢在宣纸上做踏点 然后他其实有一些作品里面 是会隐含出一些文字的 那在山水图像啊 或是花鸟图像里面 其实又有一种 王维说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感觉 除此之外 老师在完成这一系列的创作之后 他还是不断的在求一些创新 所以他最新的创作 他其实是连末都不用了 他最新他是用纸浆 然后他混合了燃烧过后的仙女棒 他都烧完了 然后他把它刮下来 还有磁石 把它磨成磁粉 然后利用果汁机啊 跟纸浆一起进行调色 然后调成了20种不同的色阶之后 再慢慢把那个纸浆 铸造成一个个小纸砖 那每个纸砖上面 其实都有不同的符号 那他其实这系列 他是想要代表传统四大发明 有造紫术 指南车 火药 还有火字板印刷 那其实是很有生意的 那也代表说 艺术家不断求新求货 然后求改变的精神 是 那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访过 蛮多画廊的 有些画廊他会觉得说 水墨作品好像没有 油画作品这么来的吃香 不管在推广上 不管在价格上 不管在理念的传达上 因为毕竟艺术从西方起源嘛 就是西方目前还是 比较握着那个主要的话语权 可是我们也看到东方的 不管是传统艺术 或是水墨艺术 慢慢也起来了 那明山艺术 你们在推广水墨 或是当代水墨上 有没有什么策略 或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说 这个地方我之前也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可以再努力 我们非常希望能让更多的人 看到这些有趣的艺术作品 刚好这几年碰到台湾艺术家 年轻化的现象 我们从2015年开始 就跟师大美术系建立 还蛮密切的合作 像是李正明老师 白诗明老师 孙艺华老师等师长 他们都会帮我们策划一些 年轻艺术家的水墨连展 让我们发现说 这些年轻艺术家 虽然很年轻 特别还在学 他们其实得奖经历 都非常的丰富 他们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 然后他们的绘画的题材 其实都是刚刚有说到 跟现代人的生活 是非常有连结的 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 我们厂家来看都会说 我家里也有这个物件 或是说 这个地方我去过 所以他们的与会 其实是相似的 那一旦与会相似 你在介绍或是推广起来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所以对于跟我们生活很贴近 在建立新厂家这条路上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对 像是李英皇的作品 在我们公司这几年 当代水墨的推广上 是还蛮受到常家的肯定的 他的作品是画在 捐布上面的 在非常简单的构图上面 利用水墨去层层敷染出 比较幽静 然后有点温润潮湿的森林 那大家看到了就会想到 比如说京都蓝山啊 他在那边旅游的记忆 或者是说他平常 家里可能住阳明山附近啊 或是他特别有感触的 森林环境 然后另外还有像郭景平的作品 他也一样是画在 捐布上 可是他是做比较写实 细腻的描绘 他还画了很多 他自己收集的 扭蛋的小物件 这真的很可爱的扭蛋 还有些家里的家具啊 老虎地毯啊 或者是说 一些呐喊啊 一些历史名画 这样子 他会穿插在他的作品里面 然后描绘他心中有一个 比较完美生活的意境 那这些对长家来讲 其实都是很有趣的 每次看到 都会发现其中的一些小惊喜 那这么有趣 会不会对于一些老长家 比较会无所适从 会吗 我觉得还好耶 我觉得我们比较年长一辈的长家 他一开始看的时候 他可能会不了解 但是他的小孩 可能会因为这个东西 可以跟他进行讨论 开始引起共鸣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讨论说 这个老的艺术家 爸爸喜欢的艺术家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小孩就说 可是这个怎样怎样 可爱什么什么的 所以其实都是世代间 还蛮有趣的交流 就是艺术品反而成为 是亲子之间 对话沟通的一个桥梁 跟一个话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看展 然后一起讨论这样子 是 那其实最近 我们也看到非常多 不管是艺术品 就是我们有看到 艺术东移这样子的现象 开始好像越来越明显 那不知道 燕如你怎么看待我们 台湾或是我们的亚洲地区 我们的水墨作品的发展 未来会怎么样走 或是你期待它怎么样走 我们当然是希望水墨艺术创作 可以弘扬世界各地啊 像我们其实也是有蛮多 比如说英国的长家 或是我们还有收过巴西的 对 它不同的来信 说对一些艺术家的作品 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要对 水墨的媒材多一点信心 如果一个媒材 它可以流传了好几千年 它一定有它独特的魅力 它一定有它很有趣的地方 它才可以流传这么久 对 那我觉得大家只要对它 有一点开放的心 不要想说 它其实是很有距离感的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有非常多跟水墨相关的元素 像是以前小时候 可能国文课本啊 上面的一些插图啊 或者是说你去中餐厅吃饭 后面的装置画 或者是说一些书法线条啊 招牌啊等等 其实水墨在我们生活上 是无所不在的 它并不是有距离的 嗯 是 那明山艺术的彦儒 因为你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我想要问一问 你对于三十年后 你觉得你想要把明山艺术 变成什么样子 你想象中 它未来的蓝图 会是什么样子 我并没有特别想要 把它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是希望说 在这一段 比如说三十年的过程中 我可以跟我们的长家朋友 一起去寻找 我们觉得很有趣的艺术作品 或是我们很喜欢的艺术家 然后陪伴他们一起努力 然后见证他们不同时期的创作 就希望到时候 在喜爱艺术的道路上 大家还是一起 明山艺术的风格就是跟艺术家跟长家 大家都是朋友 对 其实世界变得很快 现在的明山可能也跟当初想的不太一样 我没有规定自己一定要怎么做 或是一定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 而是希望说可以跟长家一起去发现 有趣的精彩的艺术作品 也希望可以跟艺术家建立稳定长久的情谊 一起努力 那相信三十年后的他们 一定都会是艺坛上 艺术史上有代表性的杰出艺术家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见证明山的艺术之旅 那燕如你们这次在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给我们的观众们呢 像今年的台北艺博会 我们主要的主题聚焦在具象跟抽象之间 那我们会展出除了赵武吉诸德群老师 他们的版画作品之外 还有油画创作家王仁杰跟欧明哲 他们一个是非常抽象的 那欧明哲老师他是用具象跟抽象之间的张力 来进行创作 那另外还有刚刚提到的李军逸老师 他也会带着他比较学生辈的郭景平 还有李英皇的作品来参展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雕塑艺术家 李耀诚的作品 也是还蛮有趣的 就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 雕塑的作品蛮有趣的是 怎么个有趣法呢 他是利用大理石 然后他在上面加了还养树子 那他中间他其实会点缀一些小人物 有些是在爬山啊 然后有些是坐着在休息啊 那其实他想要表现的都是说 他在旅行的途中 自己的一些人生的思考 像有一些他其实是面对很开阔的天空 或是说走到角角了 有点走不出去的状态 所以他其实还蛮有想象力的 那大家也都可以借由这些作品去 感受自己在不同人生状态下 跟自己的对话 所以啊我们铭山艺术的展位是F14 欢迎大家到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的现场 去看看我们铭山艺术带来这个精彩的展览哦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铭山艺术的总监 谢谢 谢谢 耶